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看见 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用刘弟兄在群里引发大家的这么一个热烈思考的角度来解读我们今天的经文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比喻要从两个角度去看 说如果你从天国的角度怎么去看它 如果你从个人的角度又去怎么去看 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么上次我们在主日正道的时候 我们提到因为我这三次是连续的 所以我先有些地方觉得上次没有来过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第25章它是夹在24章 耶稣一直在讲这个整个末日要来和耶稣他再来的这个信息 以及26章他马上去耶稣预备去耶稣预备去耶稣预备的这个信息 所以整个25章一共三个比喻 那这三个比喻都是跟我们如何去预备耶稣要来的这么一个信息 那我上次也提到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耶稣什么时候来 你不可能知道 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去见耶稣 就是不到一百年时间 就像今天诗篇里面九十 九十篇十二节 我上次也专门提到的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你要寻求上帝的智慧 真正聪明的是什么 真正聪明的是去寻求上帝 愚着的是寻求世界的东西 那么那我们的智慧怎么能够来呢 具体怎么去做呢 你数算数算你的地上的日子 你就有智慧 因为你会觉得真的很短 真的很快 那地上的东西反正也带不走 那你要天上 那你就应该去追寻天上 好 那么上一次的这个童女的比喻 也就是说你要等待 你要预备 那么今天这个比喻就是讲 你到底怎么去预备 上次就只是讲那个预备这个灯楼 这一次这个预备好像是比较具体的 那么我们从天国和人的角度来看 我给出三个不一样的 就是三个信息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恩赐不同 有多有少 第二个呢 是恩赐不同 不要贪比 第三个呢 上帝所赐的不可拒绝 好 那我就先来讲第一个 恩赐不同 有多有少 从上帝的角度看 我们恩赐多少和我们在上帝眼里的价值 不是花等号 和上帝给我们的讲章也不花等号 因为恩赐多少是上帝决定的 不归功于你自己 但是人的角度是什么呢 人的角度呢 最好是自己的能力 恩赐越多越好 然后呢 最好用的自己用的越少越好 然后奖励越多越好 是吧 就是所谓 我们经常 我们这些皇上帝友姐妹经常熟悉的一句话叫什么 钱多事少 离家境 位高权重 责任性 是吧 对不对 再说一遍 钱多事少 离家境 位高权重 责任性 我曾经听说过 有人说 有一个职业是这样的 是什么职业呢 丹麦国王 经常看着丹麦的国王牵着狗 就是从他的城堡出来 天天在遛狗 他说这不是位高权重 对不对 事儿离家境 是吧 事儿少 所以就说 你除非是做这样的工作 那是可以的 人们都盼上这样的生活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华人的想法就是这样 好处越多越好 位置越高越好 责任越少越好 然后 你不要人上人 那么 但是我们就要想 就是 刘弟兄给我们这个智慧很好 那就从上帝的视角看 因为你从人的角度 你永远想清楚这些事情 但是你从上帝角度 他马上就提出解决了 那么你们来看 就是说 一方面我们得到恩典 就是人没有资格自夸的 你比如说 这个主人给这个图人五千两 二千两 一千两 这些原始资本都不是图人的呀 对吗 哪个是你呢 不是的 是吧 所以呢 你有什么好好自夸呢 上帝给我们恩典 是我们不配的 而且是根本不配的 完全是因为他有恩典 这次我参加那个 这个Sino 教区大会 这个圣公会的 那个列治文 那个 列治文的 Saint Jones 他们是负责 这个音乐敬拜 然后那些音乐敬拜 给我很大的触动 然后我就去 请教他们的 音乐敬拜的主理 我说你能不能分享 给一些歌曲给我 我真的很触动 然后他分享给我的 十首歌当中 第一首歌就 极其打动我的内心 这首歌叫 My wash is not in what I own 它有一个中文的翻译 就是一个歌词翻好 它叫 我价值不在我所留 白话就是说 我的价值不是因为 我拥有多少 这不是布莱标我的价值 然后你如果你去 我今天会结束的时候 分享这首歌当全美 就是你会知道 他告诉我们 我们的价值 完全是因为 耶稣是在十字架 替我们 救赎我们 所以这才是我们 他爱我们 这才是我们的价值 而不是说我有多少 同时 所以这首歌 我觉得就说 哪怕就是他的歌名 就完全的 我很完好 完美的诠释 今天的这个 这个角度 这个信息 另一方面呢 就是 我们得到恩典之后 一方面是说 这个恩典 这个恩典不是我自己 你考来了 是别人给我 上帝给我 另一方面就是说 那么你得到恩典之后 应该怎么样 就是说你要尽力去使用这个恩词 就像我这个标题 人尽其才 你要被主使用 你去服务于上帝的计划 那天刘弟兄的分享也是很重要 他说那个牧师跟他讲 你要上帝的旨意成就 不是你的旨意去成就 如果你老是纠绝于你的旨意 你的旨意去成就的话 你可能永远在原地打转 但是你一旦去想的 这个是要去服务于上帝的旨意 那么 你很多做很多事情 你就会成功 蜘蛛侠有个很经典的牌子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是吧 就是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with greater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那么拿到五千两和二千两的这个仆人 你看 他们都交出了翻倍的这个财富 那个拿到五千两的 他是交出五千嘛 是吧 就交了一半 就是总共是一半 那两千的他也翻倍了 那 他们都 被上帝的评价是一模一样 大家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看到 就是这个主人给他们的评价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说 哦 你总额是五千 那个总额是两千 我就表扬五千 我也表扬两千 没有 上帝是很公平 因为我给你五千恩赐 那你就翻倍 翻出五千 如果我给你两千恩赐 我也只要给你翻出五千 没有要给你五千 那么 他们都被认为是 完成托付 忠心良善的仆人 主人在 主人表示 他们在不多的事情上 忠心将被委派更多的事情 并要与主人同享 开乐 那么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希望能够就是 担当更高的职务 就是 就是 主人更大的事业 然后就是 可能有更好的收入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 商学院的同学 对吧 就期望着自己能够 一毕业之后就进入商界 辞成商场 然后能够 做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向人挖 对不对 但是你同时要想一想 你有没有在小市场中心 就说 这个很重要 我们现在很多人 想着就是 我要干大事 但是你有没有想着 你在小市场中心 小市场中心 上帝要叫我们做 很多很多小事 我们有没有中心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人生 为什么没有所谓成就大事 是因为 我们就是没有在小市场中心 我们就一直在等待 其实我们大家 很多时候就是有很多社会经验 比如说你跟一个人打交道 你就会一直观察这个人 就这个人值不值得 我跟他再交往下去 比如说直到某一天 你认为他的人品 他的那些行为 你完全认可他 你可能要交办他 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私事还是公事 你可能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托付给他 是吧 这就是你长期在观察 你不会说的 那一样的 上帝也在看我们 就是你到底忠心不忠心 不是你外在表现出 外在也有很多 但是还有一点 你内在 你真的做到了 上帝喜悦的事情吗 如果你真的做到 喜悦的事情 上帝要给你 很多的 更大的使命和任务 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观念是 他不是说 只是要你苦命地 苦哈哈地去干活 去做事情 他还要给你与他 同在享乐 对吗 他让你去享乐 那么 所以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你要忠心 然后呢 你要 要把你的恩赐 要禁用 那么 人尽其用的最高境界 就是我们今天 罗马书十二章讲的 这个献上自己 为活计 你这个人完全就没有 完全被主使用 没有一点为自己所用 那罗马书十二章 谈了很多 就是恩赐的 这个大配 这不是我们今天 重点去产生 所以我就六个会讲了 那我就讲一讲 就是说 线上作为活计 我就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们过去的一周 正好是这个 全加拿大新公会联盟的 这个教区会议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 选举副主教 是 就是协助这个 丹边副主教来 主领西部地区 他在关心 牧养西部的各个教会 和会众 那么 这个副主教选举 两位选举人 都是非常虔诚 忠心服侍上帝的仆人 就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都是两个教会的主人牧师 那么 他们 他们竞选 我 我整个这个 这个选举的过程 就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就是 结束之后 就是 这个主教让他们上去 分别发表感言 然后他们彼此 彼此发表感言之后 彼此就是相拥 然后 就是 我觉得我真的有点想要哭传 就是 非常非常感动 就是 你没有看到 就是 人为了争权夺利 而去勾心勾奖 而是为了 承担一份 更沉甸甸的责任 而在那个地方 两个人都在 就是说 争取 就是去承担 这么大一个事 这就是要把自己 彻底奉献 就是 你更加没有你自己 所以 感觉就像两个人 真的要去上战场 而不是说 真的要去做一个 位高权重 这个 前赏事多的 港楼 我非常 印象深刻的是 这个Dank Giffle主角 在结束之后 他跟这个 就是 没有被选上的 这个Sean Love 还有他的妻子 跟他 跟他说 这下你们release了 就是 这下你们放松了 谢谢他 然后Sean Love的妻子 也是很 很幽默 他 他做了一个 很夸张的动作 所以他就说 这下放松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是 做主教的话 你们有很多的责任 一下子 要做的事情 很多方便了 而且你还要离开 你这个教会 你的教会 还要就是 再去找一个主任牧师 你还要负责 要把这个班 要交好 是吧 而且 Dank Giffle主教 还专门 这个 就是托付 那个 就是被选上的 Michael Stewart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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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t Matthew教会 他说 Don't stop Paying Massive Mike 也就是说 你教会 你得为这个主教 这个 就是说 他的 他的那个 叫 今天你要去负责 不是说 他选上了 你就不管他了 没人给他 因为 教会也没那么多钱 教区也没那么多钱 所以你们 得再负担一个 主教的钱 所以这个压力 是很大的 所以 所以就说 这个 Tran Love 和他的这个 气质就说 的确是 一下子压力 就小多了 所以就说 责任 你的能力越大 你的责任是越大 是非常非常 是难的 在 整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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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区会议当中 两主教有一个 祷告 我也是觉得 很触动 虽然这个话 我们也经常听 但是在 那个会场上 讲的时候 我觉得 特别触动 他就说 就像耶稣说的 他来不是 受人服事 乃是 服事人 所以 所以这个的确是 要我们所有 的经验都想 如果上帝给你 各样的恩赐 那你有没有 去 服事 还是说 这些恩赐 就留在自己 这里 像那些一千两一样 甚至让他烂得 好 那么我们看第二点 就是说 恩赐不同 那就不要 攀比 不要攀比 这个 其实 人同此情 大家知道 世人的地方 就有嫉妒 攀比 轻视 乱 到处 到处都是 这是人性的 不管哪个民族 哪个时代 都是这样 我们不是有句话吗 叫比试炼 大家都知道 比试炼 什么样的人 看不起什么样的人 什么人看不起什么样的人 是吧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就是 五千的 我往往看不起两千 两千的看不起一千 然后呢 一千的有可能 忌妒 两千和五千的 两千的也要忌妒 五千的 那五千的可能还忌妒 两千和一千的呢 那我觉得 就你们这些水平 那还不是全给我呢 对不对 是吧 平时你们还有 所以 就是说 人性 就是这样 敬 他们 但是 你来结合 从上帝的视角 结合我们的现实来看 我们无论接受 什么样的人 不管两千的 五千的 还是一千 不要看 我们需要 做一件事情是 接受上帝的雕琢 成为一个 特别的作品 举几个例子 我经常从 我们的 祷告灵修区里面 得到很多的 这个信息 很好的信息 给我很好的威力 比如说 Forents前辈 前几天发了一个 灵修小故事 就讲 李开朗基罗雕刻 那个大卫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 当时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佛罗伦 他们要雕很多的 这个 这个雕像 就是伟人 伟人系列雕像 其中一个就是大卫 那么他们 就是 找到的这块大理石呢 很多 这个雕刻家呢 都认为 这块是废雕 没法雕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你看过 这个 大卫雕像的话 它就是一个 人在这里 它就是 一个 左手是这样 右手是搭在这里 然后 一根那个 就是 要飞出去的 那个石头的 那个袋子 就搭在他肩上 然后他手上握了 这个石头 它就搭了 对吧 因为这块石头呢 它是一个狭长的 一个长方体 就是说 长宽 然后呢 它很扁 就前后是很窄的 那如果就是对 西方这个经典的 这个古典的这个雕刻 你比如说 有兴趣吧 比如大鹏 他以前就学圆艺 就是这个 它可能有种属性 就是说 那些非常大型的 就是表现 当时在表现 宏大主题的 这种雕刻 它其实最好 是用正方体的 这个石头 就长宽 要厚 那厚 就是后面 可以有很多的 背景啊 铺陈啊 还有很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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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的细节啊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 这个 比如说 有 也是你看到 记住了雕的 就是 就是 圣物莲子 雕塑 比如你们去看吧 就是 它就是一个 一方体 一个 一个正方体 的一个雕塑 就是 左右前后 都是很宽的 它就表现出 这个 圣物 就是抱的 这个 就是 十字架上 下来的 这个圣子 就是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 还有非常繁复的 很多很多的 这个 雕刻的朋友 所以 它需要一个体量 去承证 但是 就 大卫雕像 这个体量 它是不足够承证 就在大多数的雕刻中 大多数的这个 雕刻家演出 这个时候 废料 没法做 就太单薄了 没法呈现 一个伟大的作品 但是 这个 你看到 基罗 就把它给 雕塑 它雕塑了一个 默默无闻的 还没有开始 和哥利亚 战斗的 谁也不知道 它是个什么人物的 可能就是 送死的 炮灰的 大卫 因为连他父亲 萨华去 去高丽 他们家的时候 他会觉得 就他父亲 点了所有的孩子 就把 在放羊的大卫 他会觉得这个孩子 你还值得去见的 他都不值得见 所以连他父亲都认为 这不是什么重要的孩子 亲探他的 但是 你看到基罗 恰恰就用这块 被别人亲探的 废料 然后 雕了一个 当时还是属于 被人亲探身份的 大卫 但却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雕塑作品 到现在为止 那么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说 我们不要轻叹我们自己 我们要接受上帝的雕塑 你不要让反手去雕塑 因为反手 一般的人来丢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 没意思 但是上帝之手 你就会 完全 我还想举一个 就是我们身边的 就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 觉得 我非常的感动 就是我们的 小宝学习 因为 我跟大朋友 挺多沟通的 大家都知道 小宝 他是在一个 受伤的区体 但 我的观察和大朋友 跟我讲 他让我出头 小宝 他平时不会哭 虽然 他这个区体 使得他非常平静 但他不会哭 他非常的坚强 但是 如果 谁 就说他坏话 不尊重他 他会难说 那 一个被狂绑在 疾病当中的生命体 在很多人眼中来说 没有什么伟大的价值 但是 我看到他这样子 小宝 小名叫 铁蛋 他是铁汉柔起 他生命当中的那种坚韧 和生命当中的那种温柔 如果我们大家仔细去思想一想 我们能够跟他 我觉得 我们都好好的去思想 我们未必能够做过他 某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所谓的健全 健康人 我们是不是在很多事情上 动不动就挫折了 挫败了 要哭了 要闹了 是吧 不行了 受不了了 对吧 包括我自己 我也在想死 哎 干嘛呢 对不对 你觉得 这个严重的就是 我一哭二闹 散散掉了 受不了了 这个世界把我披风了 哎呀 我再不行了 那你看看小宝 这种坚强的生命的抑制力 我们应该去 他是我们的老师 还有 我们现在很多人 该柔软的时候 不柔软 铁石形成 是吧 现在有多少人 真的能够为一些事情 感动流泪 就说真的是 有那种 啊 那种真性情啊 大家也装的都挺好的 反正杂事而来的 都不会哭的 反正就说 你该哭的时候不哭 啊 就说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不该哭的时候 就是乱叫 就觉得自己不输了 那我们想想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 我们的小铁蛋 更不如呢 那你觉得上帝 是不是在用 啊 小宝 他这样的一个 把这边看上去 啊 不伟大的 不好的材料 再建造一个伟大的生命 就这是我看 所以 你看事情的角度 你去看 看一个生命当中 对你的 这个 还跟我赤得到很多 从小伙 小弟兄上 得到很多的 虽然他没有说什么 但是 他已经在做 希望他也能够 关于恩赐的第三点 上帝所赐的你 不可拒绝 否则上帝 要收回 并且责备 那人的角度是什么 人会恶意拒绝 拒绝祝福 推卸责任 责备上的 大家可以读这个 马太福音25 24到30 我就 我就 不多读 这个比喻呢 是 就社会上很多人都会说 有一个 有一个效应 叫马太效应 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 是吧 马太效应 这个在世俗世界通常 经常会说的这个马太效应 好像 点出圣经 其实它是一个误解 他的理解是 富者欲富 贫者欲穷 那些 拥有某种优势的个体 或者群体 会往往更加容易 获得更多的资源 获得机会 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 就更加难以改善 他们的情况 这个是 一个社会科学家 叫罗伯特·莫顿 把他提出的 所以就说 他跟圣经真正表达的意思 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只是看到一个表面 这个主人说 我把这个一千的拿走 然后给那五千的 两千的 那不是说 剥学穷人吗 剥学没有的 让有的人更多吗 但是你们仔细去看一看 这个人为什么 一千的 为什么被 这个主人剥夺了这一千人 是吧 这个 这个 因为 这个人叫 恶意拒绝使用恩赐 并使其增值 不要说去翻倍了 就说 连放贷取利 他都不做 是吧 你放在银行里面 去存利息好了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他也不做 他直接埋地上 是吧 而且 他的 他的理由 他说 主人你是忍心 忍心什么意思 就是严厉的人 我知道你是个 对我很能力的人 我害怕 我就 我就怎么样 我在 这个 这个 我就可以买钱了 对吧 你在世俗世界里面 哪个人投资 不想获利啊 你去投资股票 你去买房 买卖房产 哪个人不希望他增值啊 是不是 哪有说 我把他 我把他弄完之后 直接埋地他了 没有嘛 对不对 没有人啊 所以就说 在这个比喻里面 这个人的行为 不可理喻 因为我们现代话 讲 躺平 他不是躺平 他就是恶意 恶意拒绝恩赐 对吧 大家都知道 恶意 恶意 恶意干嘛 他现在就属于恶意拒绝恩赐 好了 那我们来 再说一个反观现实 我们经常讲 上次我也讲 就是说 你以为 圣经里面讲的这种 看上去这种 撒乎乎的比 就是看上去 就是好像很ridiculous的 就是很荒谬的事情 你觉得不在社会上 现实当中发生 错 恰恰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 这个 什么叫恶意拒绝恩赐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就发生在加拿大 就发生在北美 就发生在欧洲 而且发生 已经干了好几十年了 就是教会 信徒 他没有 使用上帝的恩赐来服侍上帝 拒绝使用上帝的话语 来服侍 这个 服侍和尊重上帝 我最近和UBC的一位 校园师公的一个弟兄交流 他服侍这个校园师公 将近四十年 持续的 还有呢 这一次就是 我们教区选举 有一位来自美国的 原来是匹兹堡地区的一个主教 他们两个人 都分别讲了一模一样的事情 是什么呢 他就说 因为他们年龄也相反 一个是六十几岁 一个是七十几岁 就是说他们说 在他们小时候 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 他们要做这个 conformation 就是确认你 因为你 你直达到一年之间就是 他们那个时候就做了确认你 他就讲 做完 确认你之后 很多小孩都不来教会 都不来教会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教会不讲圣经 因为他们想认识耶稣 他说教会除了 除了圣经谁都讲 什么各种社会 社会 社会正义 什么都讲 就不要讲圣经 甚至有的要 连圣经都没有 这可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从ACOC出来 对吧 为什么美国的圣工会 也分裂了 为什么它会自由化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现在很多教会 都垂死增长 你不传福音啊 你这几十年 六七十年 你都没干这个事啊 那你有世界上最好的 这个物质条件 这么好的教会 这么好的设备 所有的都是可以公开敬拜的 所有的你看这个 什么风情啊 这个场地啊 是吧 哪个不是比全世界 其他教会都好得很啊 对吧 你别说这是一千两 这直接是给你一万两 但是干什么呢 直接埋地呢 不干了 这就是上帝要 惩罚的人 所以就是 这些教会就在自动消失了 我上次 梁祖教讲的时候 看过一份 这个 他们自己的报告 就是北美的这些 自由派的教会 三四十年之内 按照这个 人口自然消亡的速度 四十年之内 他们就自然就结束了 没了 后继无人 因为没人去 因为他不传福你 他不要传福你 那就是上帝给你仁慈你不用 那你最后就结束了消灭 然后全部拿走 对吧 所以欧洲也是这样 就是这种刷牌就是因为 你没有使用上帝的仁慈 这就是教训 不要以为这些东西 就是好像看着很荒谬的 只会在圣经上出现 不会在我们身边 就在我们身边出现吗 对吗 那我们现在这个圣公会联盟 包括美国的这个 北美的圣公会联盟 就是从这个自由牌当中一看 就是一批坚持圣经的 就是要去传福音的人在一起 那今年的这个教训的主题就是 被上帝拆遣 就是要去传福音 很清楚 那我们所做的就是 我们身上所得的恩赐 我们要去干什么 那就是传福音吗 我说如果你得了上帝的爱 你得了上帝的祝福 你就要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 这就是你要去做的事情 要顺从上帝而不是顺从人 大家都知道 现在坚持圣经的这个圣公会 最主要的是 会绝大多数的会众 是在非洲 就不干白啊 古离啊 有一个人 就有一个统计之后 他说 现在这个坚持圣经的 圣公会的会友的 这个主要的一个画像 最主要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会众的画像 是怎么样的呢 是每天要到几公里外 取水的非洲父母 去取点水来喝的非洲父母 这就是现状 人家有什么 人家什么东西 但是人家有 有信仰 是吧 所以我们坐在这里 享受的这么好物质条件的 这个基础体调度 我们要好好想一想 我们 是不是 那个拿了五千 要做五千的人 还是说拿了一千 反而不想再来呢 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呢 我想做一个简短的一个终结就是 上帝给我们好多的恩赐 我们要用这个恩赐 去成就上帝的旨意 愿上帝的活降临 愿主的名得到荣耀 你看 所以 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我们各位亲爱的各位姐妹 愿上帝来帮助我们 理解什么是上帝的活度适合 帮助我们无论得到多少恩赐 都尽力 背出所有 出传福音 愿上帝的旨意 成长